大家好啊 好久没有跟大家录视频了 今天来开箱一个ETB的固态硬盘 这个呢是闪迪的 我刚才已经把盒子打开了 可以看一下 还有这个防伪的二维码 以及调性码 盒子没有什么好说的 随着盒子还附送了一个保护套 那这个保护套呢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 保护套 这不是我们 今天的主角 放了一边 我们先看一下本体 看非常的漂亮 这个呢是闪迪出的一个高速版的固态硬盘 我们打开看一下 真的好薄啊 很小巧的一个设计 USB口呢 是一个Type-C的USB口 非常的漂亮 红色的 带一个挂绳 这样的一个设计 下面呢就是它的说明书 这个基本上没有谁去看它 然后 它的这个数据线 数据线也很有意思 它是这种转接形式的数据线 是一个Type-C的接口 双Type-C的接口可以很好的和我的笔记本相连 我的笔记本是 这个很好的能够跟笔记本相连接 那么我们查上以后我们就可以试 下面我们就把它查到我的电脑上试一下 我比较懒 就直接录屏了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 直接拿屏幕 录制屏幕了 查上呢 就会叹的一声 然后让大家可以安装一个 什么安全程序 我是不打算 我并不打算安装这个安全程序 然后我们看一下拷贝的速度 随便找一个娱乐的项目考进去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拷贝的速度 看到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的文件可能碎片化比较多 所以可能最开始的速度还上不来 但是基本上看能稳定在100 左右吧 这个呢是真实的拷贝速度 因为我这个文件夹里面可能小文件 大小文件都有 有一些孩子的书啊 还有一些电影啊 看考电影的时候能够达到500 可能是它的极限 可能考一些碎裂的文件的时候要稍微慢一点 这个呢还号称是这个 有防水的功能 还有这个防磕碰的功能 另外呢它是USB3.2的 所以理论上的数据 理论上的速度应该是能达到 1050的 速度还是很快的 在我的电脑上读取 读的速度大概应该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500左右 我咱关闭了 然后把它考出的时候呢 看一下 读取的速度呢 因为刚开始也是有一些小文件 再看一下这个大文件的时候是什么个状态 大文件的时候还是能够达到700多秒 招臂每秒哈 看当 达到 考一些 文件的时候还是能达到700多的 所以还是很不错的 好我们再跑一下这个测试软件 看看能不能测出什么东西来 固态硬盘的这个 a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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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我们选择这个固态 用盘 好开始测试 写入速度能够达到889 我读取的速度 达到892 总之还可以吧 嗯 不知道是限于我的这个 USB 但我这是Type C的USB口 我觉得应该是速度很快的 但这个应该就是它的一个 基准测试吧 对了说一下这个硬盘的价格 硬盘的价格 我是 10100买的 然后商家说 如果 拍照反现 拍照给他的话 还可以反现100块钱的超市 这个天猫超市卡 所以说相当于1000块钱 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 这个虽然说是 1050号 但是它和 我的笔记本自身带的这个固态硬盘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速度差距的 我笔记本带的这块固态硬盘呢 就是咱们的国产的海康威视的ETB的固态硬盘 很便宜 这个用了小半年了 稳定性也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说 这个国货也还是不是 不是不可以买 另外海康威视还宣称自己的硬盘是 10年之宝 也不知道10年以后它还存不存在了 希望它能存在吧 我们慢慢的再等待一下 看这个测试完成 我们看看它最终的速度和效果是如何的 因为我刚才把电源拔掉了 所以可能它进入了一个低亮度模式 我把笔记本的电源再重新插上 这个笔记本的两个USB的Type-C口是非常爽的 是可以两个都可以用来传输数据和 用来这个侧面的这两个口 是都可以做来传输数据和充电的 所以还是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读评分是1093 我把这个存一下 节度 好 我们把它存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测一下 我的这个海康威视 C2000 Pro的速度 看这个速度 还是 直接就能干到2000左右 读取能达到 2800左右 总之 海康威视的这块 固态硬盘 这是我已经用了半年的一个固态硬盘 我觉得还是非常爽的 所以这个NVMe的固态硬盘 简直是现在的 这个必备 所有的电脑一定能升级成这个家伙 对电脑速度的提升和性能的提升绝对是 肉眼可以感受得到的 肉眼可以看得到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4K64线程的时候也是 非常非常的快 评分 4094 看看我能不能找到 我刚买它的时候的测试评分 硬盘 测试 硬盘测试 进往硬盘测试 看看 有没有这个家伙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刚开始 这是10GB的 这是1GB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当时 刚刚买回来的 硬盘测试数据 这是现在的硬盘 数据 MOS速度还快了一点 总之 这块硬盘还是非常的值得的 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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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